长期失眠睡不着,一方四血让你一觉到天亮 你是不是有经常睡不着,睡着了呢 还会反反复复把昨天的事,未来的事通通想个遍 怎么都睡不着觉 一个方子加四个血位让你一觉到天亮 大家好,我是中医郝医生 如果您被失眠问题困扰 今天这篇一定要点红心收藏 失眠,中医超,不媚 皇帝内经将不媚称为目不明不得卧 认为不媚建立在四十五脏阴阳基础上 是邪气侵扰五脏,为其行御阳,不能入阴所得 后世一家对不媚的病机评述不一 有阳虚者,有阴圣阁阳者,有阴血虚者 有热圣扰神者,有痰食欲饿者,有食之内扰者 正脂方药也多种多量 屏幕前有多少人靠安眠药入睡,请在评论区打个一 安眠药只有辅助睡眠的功效,是可以帮助您尽早入睡 但对于改善失眠并没有帮助,反而可能产生药物依赖以及耐药性 在此,郝医生建议大家不要总吃安眠药 要从根本调理自身睡眠功能,才能根植失眠 今天分享给大家的一方四血,如果能坚持使用 会大大改善您的睡眠情况 一方即龙眼加酸枣人 龙眼肉,胃肝,气瓶,入脾心二经 安置定神,确证充 取其肝瓶补血,用量大概二十到三十克 酸枣人主治繁心不得眠,补中,补肝气,肩筋骨 助阴气,令人肥贱,取其补须养血,酸脸安神,用药约十五到三十克 以上两位要配五,肝贫而酸,欲补于收敛镇静之中 补心养血,安置定神,凡是失眠伴有头晕健忘 心肌正冲,记忆紊乱等血须所致的心神不安的人都可以使用 有时可酌情加入单身活血化育,效果更佳 这个方子简单易得,便宜好用 再配合按压我下面说的四个血位,帮您一觉睡到天亮 一,劳宫穴 劳宫穴在手掌横平,第三掌指关节近端 第二三掌骨之间偏于第三掌骨 这个位置 这个血位具有活血化育,强壮心脏,安神定制功效 按摩此穴有助于缓解心律不齐,心悸失眠等问题 二,涌泉穴 涌泉穴在足底,驱足卷指时足心最凹陷的位置 这个血位具有醒脑开窍,滋阴降火功效 按摩有助于改善头痛,头晕焦虑,口舌生疮等问题 三,太冲穴 太冲穴位于足背 第二,拓骨肩 拓骨结合部前方凹陷的位置 这个血位具有疏干礼气,通筋活络,镇静凝神功效 按摩有助于改善急躁易怒,头痛,失眠,多梦等问题 四,杨灵泉穴 杨灵泉穴在小腿的外侧,肥骨头前下方凹陷处 这个血位具有疏干礼气,活血通落的功效 按摩有助于改善焦虑,胸闷邪痛,痛经等问题 在睡前将这四个血位依次按揉三到五分钟 注意按压时力度可以稍大,要有酸胀痛感才能达到效果 以上的一方资讯您记住了吗,没记住也没关系 点击红心收藏,随时查看 今天你就可以试试 如果您身边有失眠的朋友,可以动动您的小手,转发给他们 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评论区留言,我来帮助您 点击关注不迷路,中医好医生帮您少走治病弯路